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 ISS会展中心 为您带来的2014年乒乓球 男子世界杯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是男子世界杯 第二阶段淘汰赛 四分之一的决赛 是由中国选手张继科 对来自尼利亚的选手 阿鲁纳 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阿尼利亚的非洲冠军 阿鲁纳是本次世界杯 一匹最亮的黑马 在小组比赛当中 获得了第一名 阿鲁纳呢 在小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呢 是在第一组 他连续赢了两个高手 是战胜了日本的松平剑泰 和俄罗斯的十八一府获得了小组第一 晋级到世界杯的十六强 之后 这个阿鲁纳呢 又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唐鹏 晋级了八强 我们看到非洲选手的进步 之前呢 我也对阿鲁纳呢 进行了一些了解 这个选手呢 从今年开始 出道以来 创造了一些好的成绩 他曾经在捷克公开赛当中 晋级到了四强 阿鲁纳虽然是非洲的一名运动员 但是呢 他的打法呢 酷似中国选手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他的这个揭发球 现在普遍揭发球 是用反手来拧拉 形成相持 但是以前的中国选手 喜欢用正手来揭发球 而阿鲁纳呢 就是以正手揭发球 以正手为主的选手 所以像阿鲁纳这种打法呢 张继科的确是要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现在大家看都是反手拧拉 拧拉起来以后 形成反手的相持 而阿鲁纳的球呢 它是正手揭发球 以正手主动进攻为主 所以也就是说 阿鲁纳的这个打法呢 酷似前中国选手的一些 风格和特点 张继科呢 作为本次赛会的 二号种子选手呢 他没有参加小组的比赛 到了八分之一比赛当中呢 他赢了一场 罗马尼亚的克里桑 晋级到八强 这是张继科在本次比赛的 第二场比赛 晋级到八强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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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半区来自日本的水谷笋 是战胜了中华台北的装置冤进级四强 下半区就是由奥加洛夫对波尔 阿鲁纳对张继科 现在张继科的发球啊必须要严密 因为阿鲁纳这个接发球正手的抢拉 它这个力度啊包括抢拉的质量很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陸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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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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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中央 不适应对方的这种打法和风格 特别是对方用拳台正手拉他的时候 张继科呢总是显得很忐忑不安 很慌乱的去防守 其实按照按照常规的打法来说 张继科完全可以控制阿鲁纳的这种拳台正手的抢攻 形成对拉 所以张继科呢需要让自己兴奋起来 把那个自己的状态能够尽量的积极一些 控制阿鲁纳的球 特别是阿鲁纳经常会侧身 那么张继科一定要注意给助 阿鲁纳反手的时候要给到大角度 角度要开一些 不要让对手抬手就拉 你看这种球非常危险 让对方呢在身前击球的进攻 压迫性是非常强 所以不好防守 这个阿鲁纳的拉球啊它有特点 这个阿鲁纳的拉球啊它有特点 是往上勒的就是往上的动作 提的动作很多 所以它呢有些球是感觉到 从张继科防守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阿鲁纳拉的球呢 能够拉穿 这个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我们这次呢在杜塞尔多夫 IS体育馆呢 见到很多中国的助威团 在这个场馆当中呢 穿红色统一服装的有一百多位 最爱乒乓球的这些球迷 到现场来观看世界杯的比赛 据说呢这一百多位 全部都是来自全国 地级市县级市的曲线的 乒乓球的高手冠军 其实这个随着乒乓球发展 这个反手的实力 反手的进攻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阿鲁纳的特点呢 在于他的正手 正手的强势进攻 所以张继科如果能够控制对手 这球就完全能够破解 这样是雨期 张继科搬回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一屏 稍后将继续为你带来 双方的第三局 是吗重复破解 好 我们先在前一层 那你准复过来的第一个 所有的声音 正在前面 位置进入右上 前方就来估议 前方就来估议 现在大家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男子世界杯 四强的比赛 张继科对尼利亚的阿鲁纳 张继科和马龙这次男子世界杯的比赛也无疑是本次大赛的一个最耀眼的明星 他们的目标就在于新材料塑料球能够获得第一个冠军 张继科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大满贯的壮举 现在他也设立了新的目标 如何能够超越自己完成双满贯 双满贯 现在我们看到张继科已经基本的完成了对阿鲁纳的整个摄影 不像第一局或者第二局的开局 防守的时候很多球显得那么慌乱 只要张继科不慌 不乱能够稳得住 能够正常发挥这个球 可以说还是能打出很大的这个双方的距离和差距 所以阿鲁纳的这个风格呢就是他反手很弱 反手基本没有太强势的进攻 全靠正手 你看这种球 就是反手相持的时候阿鲁纳很弱 到正手的时候 这种球啊就是要什么呢 阿鲁纳的正手要特别的强大 要能够拉穿拉透对手 如果一旦正手的威力不够的话 那其他球就显得特别没有得分点 阿鲁纳的正手 就是这把球 很敏感这把球 第一把阿鲁纳正手的 全台正手进攻的时候 张继科能不能扛一下 张继科能不能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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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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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鲁纳的球确实有一定的特点 所以现在这种打法用正手全台单面跑单面冲 用正手来揭发球 这样的打法确实很少 所以张继科呢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当然了就是从阿鲁纳的技术上来看呢 他的的确确也具备了很高的水平 而且从今年出道以来 打过两次公开赛的前四名 所以我们说物以稀微贵嘛 就这种打法 现在男子运动员 世界平坛是几乎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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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张继科的球呢 也越打越精细 所以他可能 更多的是利用 短球控制 反控制再进攻 打一些控制 搓攻 拉开比分 本次比赛的总奖金是15万美元 冠军呢将获得 4万5千美元 亚军是2万5千美元 第三名可以获得 1万5千美元的奖金 那么男子乒乓球世界杯的比赛呢 创办于1980年 在已经进行的34届比赛中 中国选手获得20次冠军 好的 还有 张继科准备 阿龙娜 相当顽强啊 两次 这个球基本在落地的情况下 难度超级大 大家看这球已经没有了 张继科也没准备 后来又又 就回来了 这个球也是基本死球的情况下 所以张继科呢还是要重视 对方相当顽强 在远台也有着一定的相持对拉能力 张继科这个选手呢 在拿完大满冠之后啊 也输了一些球 但是呢 这个作为大满冠选手呢 需要 重新来定位 也要有新的目标和追求 有新的动力 才会有新的作为 所以张继科呢 一直在努力 在前不久的拼超联赛当中 张继科是代表山东鲁能队 获得了2014年拼超联赛的冠军 现在这个球啊 就是阿鲁娜呢 一是他玩强 他奔跑能力超强 所以张继科呢 要重视多准备回合 不要总觉得对方没有了 球落地了 一旦被对方老缠住 比分拉不开 这个球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不开心的风险 不开心的风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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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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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